HELLO 歡迎來到我們職場Marketplace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江主席 一位地產天后金融專業的朋友 無論在地產金融行業都有豐富的經驗 江主席為什麼剛才你也說過 有朋友會稱呼你為地產天后 為什麼 其實大家好 很高興今天有Evan來訪問我 其實就是江羅 首先我這個地產 其實我已經從事了三十多年了 當然自小時候 金融就是22年 為什麼地產天后 我簡短的告訴大家 我就是做過全世界最高的住宅 天使12年來都是全世界最高的主席 搞了一樓 剛好又有一個經驗 應該是全世界吧 一平方公里大多支九龍站 應該是全世界價值最高的地產 天后的意思都是大家對我的認可 因為我們不單是做香港地產 另外我們都有東南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台灣 台灣這些全部我現在手上 銷售中的 參加中的 全部都是每一個國家最高的 嗯 那江主席 為什麼會有一個契機 可以在這個地產事業裡面 無論是投資 也有機會在九龍站裡面 可以做到管理這一方面 這個呢都是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哦一人一票選出來的 哈哈 還有一個機會 我自己在地產 從自小看到家裡 其實都是有地產相關的行業 那無可否認 當你很喜歡一件事的時候 你會不斷研究 是很開心的 就是加上我自己呢 就很有一個很感恩 我從美國起路 起到加拿大 就是起到澳洲 起到紐西蘭 接著回來又是大陸起路 嗯 好奇呢 就因為千事都挺廣泛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年紀越來越輕 所以呢 就會比較集中 是 我們進行那個全世界 海外物議的銷售 一帶一路 嗯 加上最近呢 政府呢 就希望我們呢 集中在台灣區 嗯 所以我們就是台灣區 哦 都集中 那所以一方面來說呢 地產就是 嗯 我本來的訓練都是 嗯 一個地產 它是 有根據時代的規律 嗯 在不同的時候 做不同的 case 那所以呢 都拓來了 做到現在都很開心 嗯 地產對我來說 嗯 我自己覺得 非常之 開心 非常之 因為 剛才江主席 分享了很多自己 地產方面的經驗 但我也都知道江主席 江主席呢 江主席呢 你除了在地產方面之外呢 也都投入了金融的專業 你也都考取了 十八張不同的證書 是嗎 可不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呢 啊 為什麼有匯益這麼興趣呢 從事金融這個專業呢 謝謝Evan啊 其實我現在只有十二張牌照 十二張 當然 加上公司的牌照 就真是被你說中了 十三張 十八張 十八張 我自己本人呢 自己喜歡讀書啦 嗯 哦 孔子都說的嘛 學以實習之啦 學而實習之啦 學而實習之啦 可以樂乎嘛 那所以我很喜歡學習 那再加上自己 應該記性好一點啦 所以好牌 就比較覺得得心應手啦 嗯 所以再加上呢 香港一個城市 我們香港是地產和金融一個城市啦 那你一個氛圍 會不得呢 按照一個軌跡在那裡行 你和朋友聊天 你和專業人士 說話 那再加上自己從事的行業 就是每一種都需要有拍照 其他人才會認可你專業的資格 讓你更加信任 是啦 尤其是這個金融城市 剛才江主席呢 真的這些叫 指景 對啦 江主席說到呢 就是學無指景 也是學海無崖啦 各位朋友 我這陣子也讀一個Master 這件事是很難的 是啊 要跟著江主席學東西 學多些不同的專業的範疇 剛才江主席也說到 自己在金融的事業裡面 都有很多看法 很多經驗 跟著下來呢 我都知道很多朋友都會投虛擬貨幣 NFT 這些虛擬資產的 那江主席你又怎麼看呢 其實未來的發展方向呢 在傳統的金融以外 是不是都應該投資一些新興的金融產品 像NFT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我都很幸運 五年前呢 我們已經是 我已經是 當選了 全球區塊鏈的 研究和投資協會的名譽為獎 那一個英元職會 那時候是興建交易所的 交易所 所以我們也是 很多國家 成立這些 因為當時 香港還沒有 還沒有可以 當時只有三個國家 可以 但是現在就慢慢開放了 所以五年前就已經接觸了 Cripple這些加密貨幣 事死是移動 最近最熱門的話題就是 元宇宙和NFT Non-Fungible Token 非同窄化的大臂 都花了很多時間 其實越研究越開心 因為最主要我自己畫畫 我自己畫畫 我畫了十幾十年 那我開畫展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兩年 COVID-19的關係 時間會鬆動一點 我已經開了四次畫展 四次畫展 兩次是線上 今天我還在開畫展 因為這個原因 大家都知道 NFT是跟畫很有關係 跟Ace很有關係 對 因為自己畫畫 加上有興趣 所以我發覺 兩方的Token 我自己畫畫 很開心地跟你分享 已經想到全世界最大的 NFT Ace 平台 來做交易 就是 OpenSea 還有NFT Gateway 再加上 因為想到一個 很多朋友 在看我的朋友圈 分享 然後她說 我們也有興趣 所以因為這樣 我一直都喜歡這方面 我喜歡 我每次都覺得 獨樂樂 不如中樂樂 大家一起 開心快樂 很開心 我都不敢說 我自己是畫家 我只會是圖 自己喜歡 所以現在 剛剛都幫著 所有藝術家 在做這方面 一向 我現在都已經 做了一個平台 就是 東方的OpenSea 是的 應該 還沒有很多人做 如果大家是藝術家 藝術家是波羅萬有的 有書法家 有畫家 歌唱家 舞蹈家 甚至乎 收藏家 收藏家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 加以 幫她 平台化 全世界 藝術舞國界 當然 我們不可以 每一次 靠一個智能 我們絕對 應該是 全世界 一體化 decentralize decentralize 要去中心化 而且我自己這樣用 那就剛剛好一起 又用到我自己的專意 又有我自己的興趣 然後又幫到很多人 其實我初心都是說 幫更多的人 自己一個人開心 不叫開心 自己一個人成功 不叫成功 必須有幫到人 你才可以變成卓越 整個團隊都要成功 對 真的 那我更加開心 這是我的初心 所以剛才呢 剛才江主席跟大家分享過 自己在地產這個事業 在金融專業領域 以及自己也都建立了 藝術的交易平台 做一個東方的OpenSea 幫很多藝術家 推廣 以及令藝術更多補給 去到最後 江主席 如果我們有聽眾的朋友 喂 想約你喝一餐茶 聊聊天 或者諮詢一下你的專業意見 應該怎樣做 可以找到你嗎 可以加我的微信 或者WhatsApp 是的 是的 可以啊 我的微信呢 是電話號碼 前面加個 9481466 前面加個 1088 9481466 加我的微信呢 我願意和大家分享 希望幫到所有 想要做一些人啊 嗯 是的 可以很開心 Ivan啊 青年才俊 青年才俊 我比你好生 是的 我生理年紀18歲 所以我做很多 未來10年 我可以和大家說 金融這個辦法 是絕對比我們的本項地產 而且我們的地產已經虛擬 和實在的已經結合上來 是的 不需要做虛擬地產 比如說 什麼什麼的 大家現在都在做 這個是我的聲音 把我們自己喜歡的東西 和大家一起去聊 嗯 撤下時代的巨輪 一起做 歡迎你 歡迎你 是的 所以各位朋友 在時代巨輪之下 我們都要把握機會 看看在無論金融 其他專業領域裡面 都可以好好發揮自己 今天很多謝郭主席 和大家分享 這麼專業的自己的生意 希望下次 見到不同的嘉賓 再和大家分享 下次再見 拜拜